除了家族經營 代代相傳的接班人之外 也有不少新進駐街市創業的 街市新鮮人 他們也為街市帶來了一番新的景象 Anson, 你拿著這條鹹魚做甚麼 打算今晚加菜給我嗎 俗雲, 如果沒有夢想 跟這條鹹魚有甚麼分別 提醒自己而已 你提起夢想和街市 令我聯想起一個街市新鮮人 他的創業夢就是由街市開始 那我知道你說誰 你知道嗎? 知道 TERRY… 你看看提子多大了 我想吃青蛞子 你好,TERRY 你好, 兩位, 你好 恭喜… 首先, 恭喜TERRY 在街市開業兩周年 你之前是在哪一行 從未做水果之前 我是做藥房的 也做了七、八年 我想問問為何由藥房 去跳做水果 其實自己也有個創業夢 因為自己在外面做了這麼多年 也想自己打理一個生意 所以在這個機緣合合之下 又有認識的朋友 剛好開水果店 所以我就不如嘗試一下 其實我知道創業選址是很重要的 你考慮甚麼條件 位置方面其實真的很重要 我們還沒開店之前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觀察 街邊的地方或街市的地方 原來發覺最後街市的管理會好很多 包括整齊 也可以聚到人流 這方面最後我們決定了選這間街市 雖然Terry是新手入行 不過他盛在夠勤力 除了有好朋友教路之外 他還會經常上網 了解各種水果的特點 加上用心地對待客人 所以得到不少街坊支持 Terry,現在做生意很廣場見通 你會用甚麼策略吸引客 在不同的時節找不同的水果 現在的時節當做就有梨 你看到我們也開設了很多款式 有四款梨 另外,每一個品種 我們都會逐個幫客人選擇 車梨子,我們都會逐個幫客人選擇 說到以前還沒入行之前 去水果店買車梨子 買完回家後 原來發覺有很多爛了,不懂得買 我也試過… 既然自己做,一定要做得最好 所以我們真的逐個選擇 令客人逐個都能吃 Terry,知道你除了很有耐性 你還有很有外心 經常會捐些水果給團體,是嗎 對,平時我會在早上到中午這段時間 將水果和花皮等 我會慢慢儲存 到晚上,就下班5時多 就會捐給廚前團體 你通常會選哪些水果 對,通常我會選擇 橙、蘋果、檸檬等 沒有那麼容易爛 為何你這麼支持這個食物回收計劃 因為第一,能幫助人 第二,生果也不會浪費 所以Terry,你的愛心很值得我們學習 特別我們年輕人更加要學習 靠我們的好榜樣 謝謝 為了減少浪費食物 越來越多新式街市推行食物回收計劃 響應的商戶以蔬菜和水果檔為主 他們會將每天買不完的食物 交給指定的慈善團體 請問今天有生果餅食物回收嗎 今天有嗎?今天我準備了三箱 哥哥,謝謝你 謝謝你 好,不用客氣 辛苦了,再見 好,再見 我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因為光助需要的人 每天剩下的瓜瓜脆菜 就捐出去,幫助他們 慈善團體會將收集到的食物 轉陣給低收入和有需要的家庭 另外,菜檔、魚檔和肉檔 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的廚餘 例如不能吃的菜頭菜味 湯魚不要的內臟等等 所以街市也有跟環保署合作 協助推廣和妥善回收這些廚餘 為環保出一分力 派了那些脆頭脆味 放在桶上,就拿來回收 放在桶上,又可以保護環境 地球就好,舉手指揉而已 首先,我將魚打了一籠 連鎖和內臟 放在箱上,回收,支持環保 每天街市管理人員 會逐當收集可以回收的廚餘 再倒入環保署指定的回收桶 然後由環保署派車收走 環保署將收集到的廚餘 運到位於大嶼山、小蠔灣的廚餘回收中心 中心每天可以處理200噸的廚餘 最終將廚餘轉化為癲能 而經過處理的殘渣 更可以造成堆肥 作為環境美化和農業用途 所以無論參與食物回收 或廚餘回收都很有意義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界別支持 不然所謂的 所以,她要想去